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 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幸 主内的家人 弟兄姐妹 大家早安 今天是母亲节 是一个充满感恩 满温馨的日子 谢谢所有的母亲们对我们的养育 在这里我们要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大大的得着从神来的喜乐 并且进入神所赐福新的循环里面 现在我们就一同来用诗歌来敬拜 进入这新的一天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知心 爱是恨求忍耐 悠悠耳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历史 不求自己的义处 不轻易罢毒 不计算人家里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知心 爱是很久忍耐 悠悠恩赐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知狂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一起来唱 不求自己的义处 不轻易罢毒 不计算人家里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知心 凡是忍耐 凡是忍耐 凡是待遣 做害羞的事 总不计算人家里 不喜欢不义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恨 忍耐 忧耐 忧耐 爱是不止度 爱是不止夸 不想夸 不做害羞的事 不守自己的义处 不轻易发毒 不计算人家里人 不喜欢孤立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贪妄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贪妄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贪妄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是的 主 祢教导我们如何来爱 因为主 祢先爱了我们 主 是的 感谢祢 主啊 愿我们今天所宣告的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啊 成为我们每一个时刻所判断的指引 主啊 带领我们 愿我们 主啊 能够将神祢的爱 从我们的当中 主啊 大大的分享出去 主 我们感谢祢 我们仰望祢 将荣耀都亏给祢 在这新的一天里面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的神是恩典满满 祝福满满的神 让我们在祂的爱中 我们常常得到激励 也在爱中我们被祂来教证 我们也蒙祂的引导 让我们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的 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 也把祂所赐给我们的丰盛 能够与别人一同的来享受 我们这时候一同来看一段圣经 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13节 这段经文我相信是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 刚刚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 就来带领我们用诗歌 来唱出这个爱的真谛 让我们再次我们用攻读 我们用聆听 用默想 然后我们领受顺服来实践这个爱的真谛 哥林多前书13章4到13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 知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知能终必停止 知识也必终归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了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 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对神要告诉我们的话语 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他知道的是非常有限 所以他行出来 就行出他以为是的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要不断的 要把那个爱要活出来的话 我们真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如果我们在爱中 我们没有成长 没有学习 我们没有更加的成熟的话 随着我们的成长 可能我们带来别人的伤害 可能还更多呢 我们所知道的有限 但是所知道的 我们会成为别人的负担 还是让别人能够更加的 与我一样的 能够知道之后更加的 里面的生命更加的丰盛 有喜乐 有平安 有信心 有盼望的 我们要达成这样的一个老练成熟的生命 我们需要在一个爱的氛围里面 我们被接纳 我们被调教 我们需要在爱里面被激励 我们需要在爱里面一同的来学习 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不只是 关于爱的一些的知识 这些只会使我们更加的自高自大 而一种自高自大 骄傲的心态 正途以显明 正途以显明我们 不是一个大人 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而只是像一个孩子一样 但这个孩子是指的他的无知 是指的他的有限来说的 爱是需要 它是个生命 它需要成长的 它需要被教导 引导的 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里面 讲到恩赐的时候 他特别把爱放在中间 好像是一个桥梁 是一个道路 如果我们要从中 我们要都一起地成长 一起地成熟 配搭起来的时候 就好像基督的身量 他一个身体在我们当中 显明出来的是健康的 是一个美丽的 是可以彰显神他的智慧的 他的尊贵和荣耀的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有一个对的道路 使我们彼此 我们的关系 有一个对的关系 使我们彼此的丰盛 可以成为对方的供应 爱是什么呢 保罗琴在我们昨天读的经文 也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说的 他说我如果我能够 我能够有 我能够向先知讲道 我今天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 天使的话语 明白各样的奥秘 我今天能够 这个全辈的信 我能够移山 我能够舍弃叫人焚烧 洲际穷人 所有这些 但神在没有爱的情况之下 我去做了 可是结果是什么呢 都是与我无异 或者算不得什么的事 甚至让人听起来 会觉得像噪音一样 让人听不进去 爱绝对是一个生命 是活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的 我们今天从他的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来再一次的解释一下 我们接着讲的爱 是不是在这条道路上面 在带你行走着 在运作着 是不是在爱中 我们在实践着 爱是恒久忍耐 我们今天从爱是什么 还有爱不是什么 我们再次 我们来看 我们来学习什么是爱 爱是恒久忍耐 恒久忍耐是什么 就是他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他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他是坚毅不拔的 举个例子来说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在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彼得曾经问耶稣说 我们饶恕人七次可不可以 主说不是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一直在提醒他 爱 包括饶恕 包括忍耐这些 不是以次数为限的 恒久忍耐就是 不是我忍耐的一次 两次了三次了 可以了 再多的话七次我就要爆炸了 恒久的 是他不以次数为限的 我们常常会爆炸是吗 我们常常有时候 我们按拿不住 我们就说了一些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 是我们的关系 不但没有被建造起来 反而被破坏掉是吗 我们今天凭着自己 我们是没有这一份的 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 诗篇一百三十六篇 第一节到二十六节 如果你去读的话 每一节里面都会讲着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如果不是神以他永远的爱 我们以慈爱吸引我们 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 因为我们实在是罪孽深重 他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他面前 我们隐恶都在他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 其实我们都是在他的震怒之下的 度尽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的 如果不是他原谅我们 饶恕我们 爱我们 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知道 神是怎样的一位 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 更不要讲说是经历他了 恒久忍耐是从这位神而来 而他不是在言语舌头上面 他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道成肉身来找到我们 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 不晓得 忍耐到这样的地步 罪人这样顶撞他 这样去迫害他 这样子的对待他 他仍然说赦免他们 爱是恒久忍耐 是神的爱 没有停留 只停留在恒久忍耐 后面说又有恩慈 恩慈就是他是温柔的 他表达那爱的时候是温柔的 神的爱的本质里面包括温柔 所以你看 当他面对那个三次不认他的彼得 那个 这个大话讲了许许多多 然后在那门徒没有去等候 反而去打鱼去了 走到世界去了 他怎么样去挽回这个人 他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三次问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想耶稣的语气是 鸡眼力色的吗 还是温柔的 彼得 彼得的回答你就知道 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他在回答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 我说没有任何的害怕的 那是真是一个 温柔的语调在问他的 如果主说 彼得你还好意思讲 你真糟糕透了 你讲这句话足以证明 其实你是一个说谎的 你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人 但是他第二次问他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说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 第三次主在问他的时候 他才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什么时候你才会下来你的宝座 不是你想到什么 就是说你想想 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你说你爱他 你是用什么爱来爱他的 你那个爱是什么样子的爱 如果我们用这个爱来爱我们的神 我们真是好不配啊 他是完全为我们舍己 还给我们机会的 主啊你知道我那个爱 真的是可怜算不得什么 主温柔地对我们说 他要把我们挽回来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兄姊妹主这样对我们 让我们也彼此对待吧 我承认如果不是主的爱 我每天我都需要主的同在 只要离开他 我今天我就没有这一份 昨天有并不代表我今天 我仍然有 离开主我就不能做什么 只只如果脱离了葡萄树 他就不会结果子出来的 而果子的第一个味道 让你闻到的就是仁爱 就是爱 我非常的需要主 爱是很久忍耐又恩慈 喜欢真理 喜欢真理就是 神不要我们虚假 他要我们很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 错了我就很真实的悔感认罪 他对我说的我很诚实的 我愿意表达我心里面 我对他的亏欠 我会给他过来之后 我愿意很诚实 说主我非常的需要你 我对神有个真实的渴慕 神不要有我们虚情假意 因为他就是真 他就是善 他就是美 他就是真理 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 我不跟他虚情假意 我是什么 我在他面前 我就说出来 我里面要说的 不用跟他虚于为矣的 他要我们很诚实的来对待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这连续四个凡事 凡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件事 所有的事情 就好像一个很大的散户 很大的一个屋子屋顶 我们在下面的人 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到他的关顾 都可以得到他的保护 凡事包容 就是你所信的一切 他主都知道 因为你回转过来 即使你失败了 说主我需要你 他仍然可以讲说你回来吧 像是那个跑到外面去流浪那个浪子 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 父亲跑去请他 然后接纳他回家一样 凡事 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中得罪神多少啊 多少庆祝难输啊 但是 他说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是什么的 凡事相信他是不怀疑 总是不会受人民蒙蔽的 他知道 他都晓得 我们里面 我们说的是真是假 好像说 主啊你 我过去又得罪你 我这几次又得罪你 你一定不要我了 可是我真的我愿意悔改归向你 会这样归向你 主要选择相信你所说的 我们这时候都不相信 别人不相信我们 但是主说我凡事相信 我知道 凡事盼望 其实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 他都是看那好的一面 如果不是主看我们 在他里面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任何人知道我们现在是如此 我们过去是怎么样 根本不会有人接纳我们的 他这样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他要我们也是这样子来对待别人 凡事忍耐 这是对于所爱的不放弃 勇往之前不灰心不气馁 主对我们的爱恒久忍耐 而且是凡事忍耐 而且爱是不止息的 不止息意思就是他不会吞噬 他不会变直的 他不会走样的 他是历久弥新的 历久弥新的 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 是真实的爱 他对我们的爱每一天 这个都是新的 所以我来到这位是爱的主的面前 他不像我们今天有许多人 我们爱一个人 今天感官我们觉得很好 我说我爱你 但是过了一阵子 他可能就别有所恋 对于跟他相处久了的人 不再觉得新鲜 他就把你抛弃了 主对我们永远是坚真不二的爱 你可以完全地放进来到他的面前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 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他是舍己的 神就是这样的来到世界 道成肉身为我们 他舍了自己 他是不自夸的 他是不会嫉妒的 他不会因为别人 而产生比较而不高兴 自夸不张狂 意思是他不会说大话 他也不会自吹自擂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什么 我们会夸大的 彼得就是这样 他很像我们 众人跌倒 我不会跌倒的啦 他们会离开你 我死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我们说完之后 当人来捉拿耶稣 你看他 他刀子拔出来 就砍上去了 然后一击不中 他跑掉了 然后三次 赌咒发誓的不认神 不认主 自夸张狂 我们所说的不算数 圣灵一光照就知道了 但是主对我们说的 绝对算数的 爱我们就爱我们 到底 他不做害羞的事 害羞的事 我们就是说不合理 不合宜 没有教养 或很随便的 不合体统的那些事情 摆在暗处里面做的 拿出来 会让人家 我们说很难以启齿的 这些事情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刚刚讲到 是不为 不是自我为中心的 不轻易发怒 意思就是 他不被激怒 我们的神是不被我们激怒 他若激怒 我们早就无上身之地之处了 他也不计算人的恶 就把别人亏欠登记下来 我下次 我在日后 我要总结起来跟你算账 他不会喜欢不义 他只喜欢 真理 有人喜欢不义 是的 有些人 他做了坏事 他也别人跟他一起来做 求主帮助我们 让爱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长大 长大起来 不要像我过去的小孩子一样 我凡事我就自我为中心 我不高兴我连垮下来 让别人都感到不高兴 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拉着大家一起 做那样的事情 我不管后果是如何 今天是母亲节 你知道吗 一个母亲如果 他是以他作为中心的话 这个孩子很可怜的 他说我今天要去什么 我就把你摆在家里 我不管你了 然后你不顺我的意的话 可能一个耳光就上去了 可能就折马下来了 弟兄姊妹 谢谢主给我们地上有母亲 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感谢她 这是在地上最精进她的一种爱 但是我们也可能 我们地上母亲不在了 谁能够让你很敞开心 能够在她面前倾心土意 能够来学习的呢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了 好就是我们来祷告 我们奉主的名 来祝福所有需要爱 需要被爱接纳 关心 原谅 然后被建立起来的每一个人 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始来祷告 我们来到你们写得到 是个祝物世 祝你感谢我们的主 nove 我们所为爱的 祝你 祝你 今晚今晚 game 主啊 师父 谢谢 谢谢我们 带领我们 主啊 师父在这个早晨 谢谢主再次来更新我们 主啊 我们调整 主啊 我们的心事意念 主啊 师父当我们在面对 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主 我们以你的爱为出发点 主啊 求你赐给我们你的眼光 主啊 你的心 主啊 当我们在做每一个判断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从你的爱 当作一个起点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的上面 主 我们都拥有 从你来的爱 而把这个爱 能够释放出去 主啊带领我们 主啊不管我们 所在的环境如何 主我们拥有这个爱的时候 我们就拥有能力 我们就将这个爱 在每一个时刻的里面 祝福所有需要爱的 主啊我们愿意的回应你 求你帮助我们 更多拥有 也更多的来分享你的爱 谢谢耶稣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要向你承认 我们很需要你 因为离了你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爱 但是你却教导我们说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 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求你圣灵早晨 主啊今天早晨 主啊再次的 主啊来光照我们 主啊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在你的爱的里面 主啊得着一个完全的自由 怎么样在你的爱的里面 主啊不只是将爱 放在言语跟舌头上面 是在我们的行为跟诚实上面 主啊都能够活出基督的爱 主啊都能够 主啊在这样的爱上面 见证基督的荣耀 主啊不只是我们 求你把这样的爱 给更多更多的 主啊需要神的爱 主啊来更新的人 主啊因为爱永远都是新鲜的 只有从基督的爱 有能力叫我们可以 活出这个新鲜 充满高有的爱 愿你早晨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能力 行出基督的爱 阿们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是你先爱我们 主啊如果不是你 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主啊我们过去 我们单顾自己的事 我们好自私 主啊我们需要别人都来配合自己 主啊我们心思应验 我们各方面 主啊都不是一个大人 但主谢谢你的包容 谢谢主你的赦免 谢谢主你来提升 你来拯救拉拔我们 也谢谢你把一些人 摆在我们的周围 让我们来学习爱 特别是我们的母亲 在今天这个日子 我们求主纪念 他们在过的岁月里面 他们如何的 主把从你所得着的 也坐在我们的身上 主让这些爱 不扣留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继续给出去 不但是一代的给出去 也能够一个一个的 向外传递出去 让更多的人 与我们经历 你那奇妙丰盛的爱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不求自己的义处 不轻易发度 不欣赏人家敌人 不喜欢不一致 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要忍耐 凡事永不止心